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華榮治救會為什麼要來勞動部 因為昨天8月20號經由行政院長 來指示由陳雄文擔任新的勞動部長 那華榮治救會的問題一直都還沒有解決 今天我們會在這裡開一個記者會 就是昨天行政院發布最新的消息 在我們等了28天之後 新任的勞動部長是由台北市副市長陳雄文先生來擔任 那我們先從網路上有抓一下他的資料 他的資料的話他對那個還工部分清潔部分還有我們之前的花博 他的貢獻很大 可是他對於我們這些勞工的問題 他本身的經歷是一直都沒有接觸到勞工的問題 所以我們對這一點說行政院指派他當勞動部長 我們非常的質疑 我們在7月底的時候在立法院開了記者會 勞動部有派官員是派的官員給我們承諾說他會專案處理 我們就想說我們8月7號就來勞動部等消息 我們是在等消息 結果他根本不理不睬 然後8號我們又另一批就是比較體弱多病的第二批的人來 結果我看到我們的政府是怎麼對待我們 我們的國家勞動部是算一個很大的部位 結果他是給我們一個什麼答案 關門大吉 你說我們交稅交了有沒有理所當然 我們看到我們的政府是這樣吃定我們的勞工 結果我們淡洗了以後到了行政院也是無功而反 到了8月14號我們聽到一個消息說行政院長要跟公總的人談28條 結果呢我們去了以後他把我們擋在外面 我們也不得其門連臉都沒有露到 你叫我們這些勞工情何以堪 其實今天很難真的衝進會場 我不曉得現在我們還有沒有人埋伏在裡面 那如果有的話 你有嗎 有太好了 最好有人埋伏在裡面還能衝進會場 那我們剛剛大概就只是 還有多少 我們剛剛大概就是 正在讀到家裡話 然後查了他一些名字 大概就這樣 然後 昨天 勞動部 有請我們的代表律師團 要協商 結果咧 他跟我們講說 我們的代表不能去 我不知道 我們的政府 他到底是在怕什麼 我們只是一個 老 老弱 殘兵 像我今天早上來 我 還要吃止痛藥 我全身來痛 結果政府怕我們這些老人 如果說你真的有心要照顧我們這些老人 你盡快跟我們解決 結果 我們前一任的部長 是為了什麼都以下台 結果 現在新任的部長 是 種花的專家 掃地的專家 那我們這些老公怎麼辦 我們今天會選擇這個用潑水的方式 就是因為最近新聞蠻鬧的沸沸揚揚 就是很多很多有名的人士或者官員 都會用這個潑水的方式 來製造這個社會話題 那我們對於新任的勞動部長 陳雄文先生的話 因為他的經歷的話 就是對那個環工 還有那個之前的花婆比較有貢獻 對勞工議題他從來都沒有接觸過 所以我們非常的擔心 我們今天來只是來提點他 要重視那個台灣900萬個勞工的問題 那我們華龍自救會只是其中的議員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他也要關注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自救會已經跨越了三個年度了 我們已經陳情的很久 然後一直都沒有下文 我們希望這個新的勞動部長 陳雄文先生能夠關注華龍的議題 因為他們現在雖然有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但是我們自救會的成員還沒有進去 只有委派兩個律師進去 那我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因為這畢竟是華龍自救會的問題 我們的成員要進去參與 所以我們來提點那個陳雄文 陳雄文部長要來關注我們 要趕快解決我們華龍自救會的問題 說這個冷水不是做公益 而是搶勞團潑冷水 他們只會虛位的 連這個做公益都沒有做 只會不會負擔起自己的責任 已經把我們這個嚴大三年兩三年十幾年的這個 這個杜優金的問題完全不顧 老公社口 老公社口 政府包凶 政府包凶 財同違法 政府包凶 政府包凶 財同違法 政府包凶 政府包凶 發動 創皮 政府包凶 政府包凶 全部包凶 劈